诈骗老梗解除分期付款名列前五大诈骗手法 一名黄先生八九年次于Facebook网络卖场Marketplace贩卖衣服 近期收到自称买家私讯购买潮流上衣 假买家已卖货便下单失败及提供支金融账户无法汇款为由 传送71超商假客服连结与黄先生 待黄先生点入假连结后 集结或来电显示号码开头加886扬称银行客服人员通知 其账户未认证个资需激活账户认证等话术 要求操作网络银行转账使能解除 一指示汇款新台币三万余元后 联系对方后均无回应 惊觉受到诈骗 向警方报案 据资料指出解除分期付款诈骗手法 主要分为骗买家与骗卖家二种 其中骗卖家话术不断更新 民众于网站上担任卖家 歹途径假冒买家如71卖货便 脸书Marketplace 虾皮购物 旋转拍卖等 并利用脸书Messenger LINE 或拍卖平台聊天系统联系被害人 以下单失败 金融账户无法汇款 未收到商品等之名义 急于假拍卖平台客服连结 QR Code或LINE ID 再假冒客服人员以卖家未认证 或签署金流协定等话术 骗取民众操作ATM或网络银行 将被害款向汇出 警方呼吁 如民众接获来电显示 开头代加号 加2 加886等号码 听到关键字解除重复扣款 务设会员等级 登记批发商 取消团购订单 签署金流服务 卖家账户认证等关键字 任何指称要求登入网络银行 至ATM操作等说辞皆数诈骗 若遇事类状况 可前往内政部警证署165全民房片网 或警证服务APP及时查询 或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查证 及向电商业者反映 不认为实施容器